那我们要做出公式,做出类似像这样子 那最后是做一个公式,下向右直接就一次完成 不是说分很多次 就做一次就可以了,那怎么做?首先的话这个简单的技巧说 上面乘上那个等于是左边 所以呢我们是上面是 等于是B缆,B1的部分 然后乘的话是用X来代替,所以串接一个符号,串接一个X 然后再一个AND,串接在乘上什么A2 然后在AND串接一个等号,就是说我今天中间要加个等于 然后AND两个相乘,所以在B1乘上 这个START乘上A2 打勾之后,它就会有一个结果了,那可以把它置中好了 不过你如果现在向下填满的话,它应该是会有错误 那错误会出现在什么什么地方呢? 出现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你向下填满 它的列号会增加 也就是说如果你本来是 也应该是要抓这个这个位置的 就是B1的,可是因为你向下填满 那你这个B1会变成B2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记得怎么样 要把你的那个列号给锁定 不过特别注意,前面我好像有稍微跟各位讲一下 你在锁定的时候记得 只要锁列 不要锁蓝 那为什么,因为你向下填满只会列号增加 可是蓝号并不会增加 所以这个时候呢,记得按两下 按两下F4 或者直接在E前面锁定 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的B1就会被锁起来了 B1,所以你按两下F4好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你把它打勾 A2不用锁 A2不用锁,为什么 因为向下他会去抓那个范围 所以按打勾 向下填满,那应该就OK了,没问题 可是再来就向右 那向右的话,刚刚跟那个向下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刚刚是列号会增加 可是你向右填满的话 是蓝号会增加 那也就是B会变成C C会变成D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现在这样向右填满 他一定会错 那错的原因是因为 我本来应该是把A固定住 对不对 A不能动嘛 可是如果你向右拉的话呢 他会怎么样 他会把A变成B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都变B了嘛 那怎么办 所以就变成说你向下填满这个地方 这个A的部分怎么样 要锁起来 所以 A2 A2记得 只有锁A就好了 那 只有锁A变成说你按一下 按两下 要按三下 他才会只有锁A F4按三下 或者你干脆 直接在A前面加一个$符号 就OK了 打勾 这个时候呢 我们往下 跟往右 就一气呵成了 没有问题吧 那这个是最基本的那个蓝列锁定技巧 我发现 还是很多同学 只会按F4 按下去 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 那问题才开始 因为如果说你是大型式算表的话 一定会需要向下跟向右 那不过 当然这边有个简单的公式 我觉得我习惯这样 反正我不管 以后反正我的标题列在第一列 标题栏在A栏的话 那我就锁D一列 锁A栏 所以只要看到第一列跟A栏 把它锁起来就可以了 所以以后反正大型式算表 你套个公式就好了 你看一下 那个你的标题列在哪一列 锁起来 标题栏在哪一栏 锁起来 向右 向下跟向右 一次就可以完成了 这个是第一个 有关于那个 栏列锁定的简单技巧 这个观念很重要 如果有些同学没有这个观念的话 你要做 很快的 完成是有问题的 第二个函数的话 那我们前面有用到一个叫 Colin跟Raw 在插入函数里面有一个叫 减失与参照 这个好像上个礼拜才讲的 里面有一个去抓到列号的 就是Raw 抓到蓝 是一个叫Colin 那怎么用 利用这个Colin跟Raw 帮我完成九九成码表 那第一个 你可以先用Colin 为什么 因为我先要上面这个 乘上左边这个 就按确定之后 那reference 它说要参考到哪一个 你直接按确定的话 它会 以你现在游标放的这一个 那因为我现在放A1 所以它按确定会怎么样 它会只抓到 这个储存格 的 蓝号 它回来是一定的数字 它不是一个 那个文字 那再来 and 一样 and什么 我要把它乘上 所以串接一个乘 and 再加上个Raw 所以这边的话 第二次加函数的话